下面我来讲 刚刚讲说王伯跟卢兆林 比他大十几岁的前辈 两个人没有诗文往来 却在有一次 居然在四川玄武山 两个人久久重阳 这两个人都是北方人 卢兆林可能是北京的 王伯是山西的 都是中国的北方 到了四川是中国南方 两个人年龄差十几岁 可是从来没有往来的两个人 居然在四川 久久重阳爬玄武山 居然在一群酒会里边 诗人登高要做诗了 一群诗人登玄武山 在四川见面 所以两个人坐在不同的桌 可能是卢兆林听说王伯在这里 也可能是王伯听说卢兆林在这里 然后就拿起酒杯来敬酒 敬酒以后两个人就各写了一首诗 那这两个诗是互相会喝 也就是说如果我先给你一首诗 那你就会喝我一首 那喝的时候不是以押韵作为喝 韵脚不一样没关系 而是以内容 因为今天是重阳节 而且要点名了他们两个人 都是从北方来的南方客 那么这一点我们来看 王伯写说 九月九日望乡台 他席他乡送客杯 如果只看九月九日望乡台 这个很普通嘛 因为今天九九重阳 九月九日望乡台 登高望远 是望哪里呢 思念故乡 因为九九重阳是跟家人团聚 有没有读过王伟的诗 读在异乡 为异客 每逢佳节 被施清 姚之兄弟 登高处 便差诸余 少一人 所以九月九日望家乡 所以九月九日 他们在四川玄武三 居然两个人都思念家乡 那王恩伯呢 他是山西人 就往北望 那么卢兆林呢 他是北京长安人 也望北望 所以叫九月九日望乡台 但是如果有了一个他席他乡送客杯 这两句就对起来 一个九月九日对他席他乡 他乡就是我们两个人在北方 没见过面 一个北京人 一个山西人 可是我们两个人呢 居然在四川的玄武三见面 那玄武三对我们来讲是他乡 他习呢 就是不坐在一桌 不坐在一桌 你从你的那一桌 向我敬酒 来过来向我敬酒 所以叫他习他乡 送客杯 送来一个 我们两个人都在外面做客的杯子 就是你向我 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做客 你拿着酒杯来向我敬酒 所以他习他乡 送客杯 人情已厌南中苦 红艳哪从北地来 他说从人的情感上 今天是重阳节 人情已厌南中苦 四川太多山了 四川太大了 比台湾大二十几倍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高速铁路 没有飞机了 都要用走路的 要不然牛车马车都慢得不得了 所以出来太久了想家 因此人情已厌南中苦 在南方的这个之中 这么大南方在四川心里面苦闷 所以人情已厌南中苦 红艳哪从北地来 所以南中对北地 红艳是什么呢 因为他是北方人 北方的红艳是 9月9日秋天 秋天红艳从北飞南 可是我站在这个高山上 望远望出去 看不到从北方来的艳子 我是北方人到南方来 按照讲 如果今天我看到 从北方飞来的艳子 我都觉得亲切 可是现在连北方来的艳子都没有 心里面更苦 那再加上我们古人用艳呢 有两个主要的意象 第一个叫艳行有序 就是兄弟排行叫艳行 第二个呢 与艳往返代表书信 所以这里的红艳哪从北地来呢 就是登高望远 却看不到北方来的大艳 表示既没有书信 也没有兄弟的消息 更加的孤绝 跳 王伯 我们再来读卢照林的诗 你看叫9月9日登玄武山 也是一样一开句 9月9日跳山穿 归心归望积风烟 你看这语句 跟刚刚王伯不是一样吗 王伯是他习他乡 他是归心归望 王伯是9月9日 他也是9月9日 所以简单讲叫贺师了 贺他的 他说9月9日跳山穿 我站在玄武山上 跳望北方 那他是北京人呢 跳望北京 归心归望积风烟 我也是充满了归心 那我往家乡望去呢 可是被风烟所主 积风烟就是堆积的风 跟烟 烟是什么 云海 就是被堆积的风烟 因为云在飘啊 云怎么飘呢 被风吹 所以天上有风 有云挡在前面 我往家乡是看不到家乡 所以叫归心归望 积风烟 这个积就表示 很沉重 根本看不到家乡 那这个跳呢 就显出来心很急 想要看家乡的方向 他乡共着金花酒 金花酒就是菊花酒 因为虫酒喝菊花 他说 我们两个人 他乡共着金花酒 在一起刚好相遇 而喝了菊花酒 万里同杯红艳天 你看他也是杯红艳 说万里 为什么 我离北京 北京到四川 那你呢 是山西到四川 都是万里之遥 万里当然是夸张的花 万里同杯红艳天 都需要能够看到 北方的大艳 可是在这里登高了 北方的大艳 却看不到 这就是他喝他的诗 所以你看 即席写作 两个人 生平第一次相遇 唯一的一次 彼此互相仇作 写了一首诗 好 跳 我们下面开始讲 杜甫的朋友 刚刚讲的亡羊如若 是初唐的诗节 那下面我们来讲 杜甫写他朋友的诗 我曾经讲过 杜甫拿几种题材 在中国的文坛上 可以说是巅峰之作 第一个就是写 写人物 不管古代的人物 现代的人物 写人物他写的第一把 那第二个写什么呢 第二个写灯灵 灯台 灯灵 这种 或者是江湖上漂泊 在一只小舟上 那种孤旅的生活 写得最好 那第三个呢 他 这个 开创了写画 绘画 你看 苏东坡是中国提画师 提的最多 而且提的最好 可是呢 开创者杜甫 为一幅画而写诗 了不起 那豆腐写 战乱 一个国家打仗以后 老百姓的那个痛苦 写得最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他说 郑花青 这个人姓花 那他是一个 四川的猛将 有战功 有战功 所以呢 他在四川过的生活 很豪华 豪华到什么程度呢 夜夜生歌 夜夜生歌 那这首诗呢 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 叫做 表面是包养你 其实是 讽刺你 也就是表面是 赞许你 推崇你 其次是 暗讽 为什么 对方是一个名将 你要知道 古代一个将领 是不能随便得罪的 大诗人王昌宁 就是得罪了一个 刺死 最后把他害死了 中国很多文人 被武人害死 为什么 就是写文章会得罪人 但是呢 杜福基于良心 不能不批评 因为他在四川 虽然有功 可是夜夜生歌 那种歌声呢 已经豪华到什么程度 已经越天子礼了 越天子礼 可是呢 你一方面要批评 因为他邀请 他很看得起你 还请你来做客 你是大诗人 他请你来做客 所以一方面 又要恭维对方 可是一方面 要批评对方 所以就要写得很含蓄 景臣诗馆日纷纷 半入江峰 半入云 景臣就是成都了 诗馆就是音乐会了 因为不是诗弦 就是馆乐器了 一种是弹播乐器是诗 一种是吹的乐器是馆 馆就是包括消笛了这些 诗就包括了琵琶了 古琴了这些 景臣就是四川 成都 成都的诗馆 就是每天每天晚上的音乐会 日纷纷不停的 天天都有盛会 但是呢 半入江峰半入云 那表示他的大宅院 是靠近江边 要靠近景江 那表示这个地方风景好 很开阔 所以一半音乐 半入江峰 半入云 半入江峰 那就是江边的风会传来音乐 那么半入云就飘到远方的云 也听到连天上的云都传到 音乐都传到 就表示什么声音很大 那么因为我很开阔 所以借着风力传得很远 词曲指印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文 像这样好的曲子 应该只有天上有 所以刚刚讲 半入江峰半入云 是从人间传到天上 人间传到天上 所以半入江峰半入云 词曲指印天上有 这种音乐只能在天上有 人间能得几回文 在人间怎么可以听到 这么美的音乐呢 表面上看起来是 盛战他的音乐会 所请的人 艺术水准很高 可是暗讽是什么 就是说你太奢侈了 这种音乐只有天上有 可是你夜夜都有 所以这就表示说 对对方是有不满 但是不便直讲 这个就叫含蓄 好 跳 正未八处事 那这是杜甫非常有名的一首诗 你们读《唐诗三百首》里有 杜甫呢 在安史之乱的时候 那么他呢 因为安禄三史诗民打到了 快到长安的时候 唐玄宗就跑到四川 那唐玄宗呢 就传位给他的儿子 唐宿中即位 那杜甫呢 就在安史之乱 说有了新的皇帝了 所以就 他被沦陷在长安 所以就跑去建唐宿中 宿中本来在零五即位 后来宿中的大军呢 就开到了陕西的凤翔 就接近长安了 陕西的凤翔要准备 对安禄三史诗民的部队作战了 那杜甫就去建唐宿中 唐宿中就给了他一个官 叫左石仪 石仪的官 那这个左石仪呢 就是替皇帝把掉下来的东西捡起来 所以分左石仪右石仪 算中央的官 但是官位不高 可是没有想到呢 忽然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呢 就是宰相叫房管 房管宰相呢 是一个文人 并不善于作战 但是他很爱国 因此呢 他愿意自己率领军队 去打安禄三史诗民的部队 这个其实是很冒险 因为他并不善于作战 因此呢 他执着于古代有很多战法 那种古代的很多的战法 他读的兵书大概很多 所以认为他可以指挥军队 却没有想到 一个陈陶写一场战 死掉四万人 四万死掉了 所以杜甫曾经写了这场战役 陈陶 悲陈陶这首诗 我们前面讲过 但是呢 杜甫认为呢 指挥官宰相 防管 虽然有罪 但是 他是 不完全 不应该完全罪由他负责 简单讲就是 当时有一些判断 杜甫这个人倒不至于说 完全去 去为他的 所认识的人去讲话 因为他是一个公正的人 那他认为呢 处罚是可以 不能处罚太重 因为 责任不完全在他身上 但是皇帝呢 不高兴 唐述宗呢 就把他的左石仪 就是不仅 防管被贬官 而且左石仪的杜甫 也被贬官 从中央就变成 华州四公 华州四公 所以他呢 就从 那杜甫呢 就在去华州四公的路上 结果呢 就遇到他一个 二十年没有见面的朋友 就写了一个 郑魏巴处事 这个人姓魏 在家里排行老八 我们古代 是喜欢把兄弟 比如有物流个兄弟 生的孩子 男孩子跟男孩子 女孩子跟女孩子 按照年龄大小排下来 这个叫大排行 所以他叫魏巴 就是在家里排行第八 他说 那这首诗 完全是白描 白描 没有加任何的 意象跟典故 所以他的 他的白描的技巧呢 就是 不用任何意象跟典故 什么叫意象跟典故呢 你们如果读李商隐的诗 紧色无端 五十玄 一玄 一筑 四华年 装身小梦 迷蝴蝶 妄帝 春心 脱杜鹃 装身跟妄帝 这是典故 沧海月明诸有泪 蓝田日暖 欲生烟 沧海月明 蓝田日暖 这是意象 如果用典故跟意象 一首诗的浓度会变高 那我们中国有白描的几个高手呢 都姓李 第一个 李清照 第二个 李白 第三个 李后祖 白描 不用意象 不用典故都好 那第四个就是杜甫 所以杜甫呢 不用意象 不用典故 朗朗上口 如在墓前写的 整个 那个人物 非常清晰 这首诗说 人生不相见 动如生与伤 他说 人跟人啊 这是在古代了 我刚刚讲 没有高速铁路 没有飞机 没有火车 牛车 马车的时代 在唐朝 好朋友 见一次面 真难啊 今天是在路上 偶尔碰到 你说这个几率有多少 人生不相见 动如生与伤 就好像天上的身心出来 伤心就不出来 伤心出来 身心就不出来 心尘 就像心尘 那么难碰在一起 所以叫 人生不相见 动如生与伤 他用天上两颗心来比喻 他们两个人在天上 他们两个人很难像 身心出现会有伤心 伤心出现会有身心 这两个心不在同一个 我们古人把天分为二十八素 有春季心 夏季心 秋季心 冬季心 因此这两颗心不碰在一起 人生不相见 动如生与伤 今夕复合戏 共此灯烛光 今天晚上是什么晚上 一个感慨 哎呀 太美了 太美了 今天是什么晚上 怎么会让我们两个老朋友 二十年不见面的人 老朋友见面 今夕复合戏 共此灯烛光 居然让我们两个人 坐在一个灯光底下 一个烛光底下 两个人如梦寐 好像一场梦一样 少壮能几时 病法各以伤 各位想想看 二十年不见 就表示小时候 他们是玩伴 少壮能几时 说我们年轻的时候 少壮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 在一起 没有多少年呢 所以少壮能几时 就是我们的童年 过得很快就分开了 可是二十年之后 病法各以伤 哇 没有想到 两个人再见面 二十年之后 头发都花白了 仓就是花白了 有黑有白了 仿旧伴为鬼 惊呼热中肠 你问我 我所熟知的家乡的朋友 跟我问你 你所熟知的家乡的老朋友 哇 有一半都变成死掉了 仿旧伴为鬼 那各位想想看 二十年不见 小时候的玩伴 那表示现在年龄 不会太大 年龄不很大 可是呢 第一个头发都白了 第二个 仿旧伴为鬼 那些老朋友 我们小时候的玩伴 有一半都做了鬼 就死了 那就表示什么 战乱 死 死得太多了 很多人夭着 所以仿旧伴为鬼 惊呼热中肠 哇 他死了 因为说 哎呦 他还在 在哪里 情书在哪里 他生了一个 他娶了谁 那个高兴 就是一方面惊讶 一方面高兴 惊呼热中肠 好 跳 焉之二十载 崇尚君子堂 我们隔了二十年 没有见面 今天 我又到你家来拜访你 崇尚君子堂 表示 魏巴 那什么叫楚氏呢 楚氏就是影氏 这个人不肯出来做官 因为当时是个乱氏 安禄三十是乱氏 他不肯出来做官 所以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呢 又崇尚你这个君子的家 崇尚君子堂 席别君未婚 儿女呼成行 我们分开的时候 你还没结婚呢 分开的时候 还没有结婚呢 可是 现在看到呢 儿女呼成行 哇 一下子二十年不见 你怎么一群小萝卜头 都生出来 所以儿女呼成行 用行呢 就表示很多人呢 老大 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五 老六 哇 一大堆 叫儿女呼成行 宜然敬父子 问我来何方 你很有教养 你的孩子见到我呢 会宜然 宜然就是快乐 很高兴地来 敬是恭敬 父子就是父亲的老朋友 父子就是父亲要好的朋友 叫父子 宜然敬父子说 杜伯伯 你从哪里来 你跟我爸爸在什么地方碰面 就开始宜然敬父子 就问 问我来何方 我从哪里来 问答 问答 未及 已 屈而 罗久将 或者问答 乃未已 有些版本 乃未 就问答 才问了一半 我们两个人对话 我跟这个小朋友对话 他刚刚问我说 都不问你从哪里来 我还没有回答他一半 问答 乃未及已 屈而罗久将 这个爸爸说 弟弟赶快去 帮着妈妈 张罗久将 就装张罗今天晚餐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再聊 等一下再聊 去赶快去帮你妈妈 准备晚餐 准备晚餐 罗久将 酒将当然是 姜是汤 酒是酒 好 跳 夜雨捡春酒 心催兼黄凉 你看 纯粹的乡下人 乡乡在生活 半夜有客人来了 用什么招待他呢 捡春酒 就是自己自家种的 韭菜 用春酒就表示 现在春天相遇了 夜雨就晚上还在下雨 就在自己的 种的田里面 摘一些韭菜 捡一些韭菜 所以叫夜雨捡春酒 心催兼黄凉 那心做的饭 招待客人 心做的晚餐 心催兼黄凉 米饭加一点黄凉 黄凉米 意思是说炸凉了 就是白米饭 加一点黄凉炸米饭 那么主称惠面男 一举雷四伤 主人说 哎呀 我们两个人 二十年不见 今天的见面 实在太困难了 所以连续向我 敬了十杯酒 一举累失伤 伤就是酒杯了 就拿去酒杯 连续向我 敬了十杯酒 食伤亦不醉 赶子故意尝 我喝了十杯酒 也没有喝醉 这叫什么 酒逢知己 千杯少 话不投机 半句多 所以食伤亦不醉 就是高兴 今天喝十杯酒 不醉 赶子故意尝 我非常感谢 这个老朋友 很有老人味 简单讲 老朋友 隔了二十年 见面 好像那个感情 一点没有生疏 完全是以前 小时候的玩伴的味道 所以赶子故意尝 可是明日隔三月 世事两茫茫 明天隔着三月 明天我要走了 隔着三月 一座山一座山 要走过很多山 明日隔三月 世事两茫茫 不好讲 下一次还有机会见面吗 说不定这一辈子 就是最后一次了 你看这是老朋友 见面的心情 完全是百秒 不用任何意象跟典故 就非常的感人 所以我说 杜甫写人物写得最好 好跳 下面我们来看 奉祭义 从宋严公寺运 这个奉祭义呢 是一个驿站 在四川的绵州 杜甫呢 安始之乱之后 由于本来做左时宜 后来做这个化州四公 他觉得地方官 做地方官呢 那个时候战乱 根本没办 薪水不能养家 所以他就跑到四川 就不做那个化州四公 就持官就到四川 刚好四川 他有一个好朋友 在四川做大官 这个人是他 小时候的玩伴 叫阎武 两家是老朋友了 等于说是两代的 两代的友情 这个阎武是他的好朋友 那阎武做一个高官 做什么 做建南节度史 算是地方的 很有权威的 掌兵权的高官 那就给他一个 一个 弦官叫做 公部员外郎 所以我们称杜甫叫杜公部 因此第一个 第一个给了一个 那有职位做一个小官呢 就有钱拿 生活没问题 那又在一群朋友 帮助之下呢 就在四川盖了一个草堂 所以叫成都草堂 那可是呢 这个唐 我们知道 安史之乱是在唐玄宗的晚年 叫天保 十四年到十五年 十五年就没有了 唐玄宗就下台了 就由宿宗即位 那宿宗即位以后 下面有代宗 唐宿宗 是唐玄宗的长子 那这个长子呢 跟唐玄宗同一年死掉 同一年死掉 所以他只做了七年的皇帝 那到了唐代宗的时候呢 到了唐代宗的时候 我忘记是不是做七年 我要先保留 就是我记得好像是七年 那么如果讲错 有时候老师也会偶尔讲错 再好的记忆都不如一只破笔 马老师的记忆还算可以 但是呢 有时候也会偶尔会有一些谎神 像上一次我讲 李白的蜀道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那个蜀道难 其中有一句话 我也读错了 叫圆老 我念成圆柔 圆老玉度愁攀远 我把它念成了 圆柔玉度愁攀远 按照讲我们是要录下来 录下来是不能修正的 没办法 但是呢 错就是错 那怎么办呢 老师也会讲错 有时候是口误 有时候是真的记错 记了 记错 好 他说远送从此别 青山空腹起 我要讲说 这个好朋友炎武呢 他做了三个朝代的官 唐玄宗 唐述宗 唐代宗 三朝官位都很高 那他照顾了杜甫 杜甫做了杜工部 杜甫在四川的家 等于他帮忙安了 可是后来呢 在唐代宗的时候 阎公呢 就是 阎武呢 奉皇帝的命令进京 所以他就从成都 一直送送到绵州 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所以就表示什么 就感谢 第一个 他们两个人是少年的朋友 感情好 第二个就是 杜甫的安家 就是靠 炎武帮忙 所以呢 很感谢他 所以 送他一直从 成都送到绵州 那绵州送到哪里呢 就是这个 凤济义 凤济义是个义战 送到这个义战 分手 那么前面送他的诗呢 不算 又写了一首 所以叫 重送 严功 四孕 什么叫四孕呢 就是 律师的2468要押运 所以押这个 情 形 容 生 押这四个运 所以叫四孕 就是写一首 律师的意思 好 远送从此别 清善空腹情 我 从成都送你到绵州 送到凤济义 不能再送了 那够远了 所以叫远送 从此别 就在这里分别了 清善空腹情 你走了 只剩下清善陪我 可是我多么孤单呢 清善没办法 安慰我心里的苦闷 所以叫空腹情 他说 几时悲重把 昨夜月同行 什么时候 我们能够在一起喝酒呢 昨天晚上 一晚上都在路上赶路 我们是在相同的月光底下 只有一轮明月送我们两个人 我送你 而月亮陪着我们 所以叫几时悲重把 昨夜月同行 显然昨天晚上 一路同行的时候 两个人喝了不少酒 喝了不少酒 所以才会叫几时悲重把 重把的意思就是说 昨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 什么时候能够在一起喝酒呢 昨夜月同行 烈郡欧歌席 三朝初入荣 这是对账 他说你离开四川 那你对四川是很有政绩 老百姓很 很伤感 因为你要离开了 你对老百姓有德 所以老百姓 欧歌席 就是烈郡 就是你所管辖的好几个郡 这里的老百姓都排队排好了 唱歌送你走 唱歌送你 所以叫烈郡欧歌席 欧歌就是唱歌 席就是珍惜你 离开的心情 就是因为舍不得你离开了 三朝初入荣 你在唐玄中 唐树中 唐代中三朝 都是初入 入就是在京师做官 初就是在地方做官 初入都是荣 荣显就是地位都很高了 官都很高 所以烈郡欧歌席 三朝初入荣 就做高官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做得好不好呢 就看老百姓对你有没有感情 如果今天你做官做得不好 你要离开的时候 大家放鞭炮 那就是表示不喜欢你 现在大家都舍不得你唱歌 唱歌来送你 而且不是一个郡 是烈郡欧歌席 就表示官身不错 然后江春独归处 寂寞养禅身 江春独归处送你走了以后 回到我的江春 因为他成都草堂是个江春 江春独归处 我一个人回去 寂寞养禅身 我最好的要好的老朋友走了 我一个人再也没有人陪我喝酒聊天 我会非常的寂寞 这就是送一个老朋友走 心里面充满了惆怅的一首诗 好 跳 下面看别房太卫木 我刚刚讲了 安史之乱时候 宰相房管 因为自己向皇帝请求 出去平安史之乱 就在陈陶这个地方大败 四万个阿兵哥死在这个战场上 当然他是被定罪 所以从宰相就贬官了 可是等到唐代宗的时候 他又回复到上书 做很高的官 叫刑部上书 可是这个人官运出问题 他到四川浪州这个地方 没有想到 在一个寺庙里 忽然一病不起死掉了 刚好杜甫也在四川 浪州在四川 所以杜甫刚好在浪州 正好要从浪州到成都去 因此他就为这个老前辈 就是为这个宰相 来平调 他已经埋在土里 死了埋在土里 他去他的墓上去寄调 我们看杜甫 跟他算是一种 本来并没有 不像阎武是小时候的玩伴 他跟房管认识 但是没有像阎武这么深交 可是却因为 却因为房管 那个被贬官 杜甫替他辩论 杜甫从一个左时宜 中央官就变成被贬 贬成了划舟事工 所以等于杜甫的丢官 是为了房管 所以房管对他很感激 因此两个人就变成了一种好朋友 没有想到房管突然死了 杜甫这个布衣 去祭掉他 所以杜甫就从 正好要从浪州到成都 那么就在浪州 在他埋的地方 这个人高官是高官 可是晚景凄凉 那这场济世呢 只有杜甫一个人 写得非常好 他叫别房太尉 太尉 当然是很高的官 长兵权 他说他乡赴行义 驻马别孤坟 他说我还要从浪州赶到成都 所以叫他乡赴行义 行义就是赶路 驻马别孤坟 可是我停下马 暂时不赶路 来跟你告别 到你的孤坟来跟你告别 境内无干土 低空有断云 你看这两句 他说我在你的坟前 掉不完的眼泪 我站在这个地方 四周的眼泪掉下去 都没有干的土地 就是我站在这里 四周都沾了我的眼泪 土都变湿了 所以叫境内无干土 可是你的坟 居然一个人都没有 我来平吊 谁来陪我 低空有断云 只有很低的天空里 有一个断云 有一片断云 陪伴我 没有任何人 你的坟 你做过宰相 那现在被调 在唐代中的时候 做刑部上书 很高的官 居然没有人 晚景淒凉 到这种程度 所以境内无干土 是讲自己 低空有断云 所以附近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断云 只有一片云在那里 好像陪我 低空有断云 对其陪谢父 靶剑密徐君 这个就是用了典故 这两个典故 你看徐君对谢父 谢父就是谢安 那我们知道 安史之乱的时候 是东晋 中国有两场 有名的 以寡击重的战役 一个叫赤壁大战 一个叫肥水之战 赤壁大战在长江 那肥水之战 是东晋的时候 前秦福坚 率领百万大军 那当时的东晋呢 谢安做宰相 只有八万 也就是百万军队 对八万军队 是水战 那福坚那么强 那个 这个谢安呢 当时是指挥官 宰相 那他有个很厉害的侄子 叫谢玄 我就讲说杜甫 这个谢安这个人 有宰相 我们叫做宰相杜里人称传 他从 他做 我们叫举重若轻 孔明为什么被人家推崇 因为 雨散观金 谈笑间 强弩灰飞烟灭 就举重若轻 我在那里摇着扇子 那个 运筹帷幄之中 我在这个 这个营帐里运筹帷幄 决胜于千里之外 手上拿把扇子 谈笑间 强弩灰飞烟灭 雨散观金 那 所以这个叫举重若轻 那这个谢安就是这样 谢安曾经在 匪水之战 马上要打仗了 他跟谢玄说 谢玄是他侄子 等于前线的 前线总指挥了 两个人下围棋 以什么为 堵住呢 他的一个别墅 说如果我输了你 这个别墅就给你 结果 忽然 肥水之战开始 福建有百万 他的侄子只有八万军队 可以说非常的悬殊 那在那个 在那个什么 我们中国有两条大江 一个叫黄河 一个长江 那在长江跟黄河中间 有个淮河 那这个地方有个 有个肥水 大家知道安徽 省会叫河肥 叫肥水 就等于淮河肥水这一带 打仗 那在打仗的时候呢 前线呢 紧急的军报 一个来一个来 那他在跟一个朋友 在下棋 下棋 正在下棋的时候 忽然来个军报 他看一看 就割了 然后记一下 那那个人说是什么 说战报 战报 反正下棋下棋 就说战报 是讲什么 没事 结果下完棋以后 对方说 那战报到底是什么 一看说 前线打胜仗了 前线打胜仗了 哇 那个人 跟他下棋的人 跳起来 哇 高兴死了 打胜仗了 可是你看 他在下棋的时候 看一看 打胜仗 放那里 然后继续下 等到客人走了以后 谢安才露出来 他的高兴 结果赶快跑出去 穿一个木托机 经过一个门槛的时候 连木托机都被弄断了 他也高兴 可是什么 做指挥官的人 宰相就是要 好像没事 这个才是 这就是康熙 像康熙 康熙做小皇帝 遇到最大的一个 内患 敖拜 敖拜是什么 满洲第一武士 掌兵权 顾命大臣都被他弄走了 就变成权力都集中在敖拜 敖拜怎么会把康熙当 这个小皇帝当一回事 非常一回事 可是你看呢 康熙 连除两个 一个是敖拜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三番 一个小小的皇帝 除了满洲第一武士 敖拜 第二个除的是什么 三番就是 引清兵入关的 谁啊 吴三桂 尚可喜 耿尽忠 在边界上三大番 三大番 既然这个小皇帝 下决心要除掉 那每天大臣见到他呢 谈笑风生 该下棋下棋 该赏花赏花 其实他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可是呢 在大臣面前就露出来 完全没事 所以就因为他这种态度 把军心给压住 大家觉得皇帝这么从容 就表示一定有把握 这种举重若轻 就是这个 所以叫什么 叫对其陪谢父 他说我曾经跟宰相 房管下过棋 觉得他也有谢安那种 从容不迫的态度 把剑密徐军 这又是春秋时代 孔子的时代 有一个吴记杂 吴国一个记杂 官阅 一个了不起的文人 音乐家 那他有一次替皇帝出差 到晋国去做大使 那配了 古代的高官出来要配剑 那他就配了一把剑 经过一个小国家 这个小国家的国君呢 跟他聊天的时候 就一直看他的剑 好像很欣赏他的剑 因此呢 他跟他聊天的时候就发现 国君老是看他这把剑 他心里面想说 我做大使 我去见晋王 我不能够不带剑 因为当时是一个礼 可是我见了晋王以后 回来 经过你的国家 我会把这个剑送给你 所以当时他就下决心 要送他剑 没有想到回来以后 徐国的国君死了 死了以后呢 可是他在跟他讲话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 要把这个礼物送给他 于是就把这把剑 放在他的墓前 所以说我生前就要给你 现在我实践我的诺言 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君子 他说把剑密徐君 我想送他礼物 可是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 徐君都死了 我的朋友房管死了 当然他的剑不是真的剑 那杜甫用什么剑呢 杜甫当然是用诗来做剑 文人讲话叫唇枪舌剑 所以杜甫想要送他诗 想要送他礼物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送 所以叫对其陪谢父 把剑密徐君 为剑凌花落 我阴提送客文 我走了 我今天来祭你 祭完了以后呢 没有人陪啊 唯剑凌花 我离开你的陵园 离开你的墓园 只看到落花一直落 唯剑凌花落 阴提送客文 我听到黄音叫 好像黄音替你的家人来送客 因为古代的人我去祭你 你的家人要在那里行礼 表示谢谢 现在你家人没有 那谁当做你的家人来送我呢 只有黄音叫 所以你看他在这里面写了什么 境内无干土 低空有断云 一个人都没有 墓园荒凉到这样 做宰相的人墓园荒凉到这个样 可见这个人清廉 这个人清廉 然后境内无干土 只有低空有断云 只有一片云 代表你们家人 而我走的时候呢 只看到凌花一直落 只听到黄音叫 好像黄音替我来 替你们来送客 送我 这个就是写得很让人 非常的有感情